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接人问了说 马老师你是怎么样走上文学道路的 我说这还真得感谢上帝 他打开的脑洞真的是上天格外的倦慕吗 我辛辛苦苦做完一本送过去 客户从来不看 他如何看待顶流明星加持的网络剧集 您觉得这部作品的报复是因为您的故事写得很好 还是因为一阳千玺的加入呢 如果我们通过一个偶像的举动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那我觉得粉这个偶像是有意义的 对白的第九站来到了大连工业大学 学校创建于1958年 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四所新工业学院之一 也是唯一拥有本土培养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神属院校 疫情期间 大连工业大学群体师生 也都创作了歌曲 书画等众多文艺作品 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社会的关注 在这里 马伯庸将以他的视角为你剖析 选择是努力带给你的自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对白 喝明人 本节目由明人苏打水行业赞助播出 大家好 第一次来到大连工业大学 我父母一直在大连生活 我每年都在大连大概要待上一两个月陪他们 所以说大连对我来说就像是办个家一样 千万千千我爸他们来大连旅游 看到大连这风光秀丽 然后环境也不错 直接果断在这买了套房 然后从此就在这定居了 就非常果断 前后决策时间大概十分钟都没有 就是我爸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决策 非常快的一个人 他这一辈子就是做了很多次选择 这次选择是他近年来特别英明的一次 但是他其实之前也一样 他这一辈子做了各种选择 但每次都能选择特别准 这是我特别佩服他的一点 你像最典型的一次 对他影响最大 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次选择 当时他是在草原上当汽车兵 后来他们在这个车队的领导 马上要离职了 离职之前 就把他们一群人叫到前面 一帮司机 他说现在呢 就是咱们一起共事这么久 我呢可以帮你们一些忙 然后你们来选 你们是愿意去别的地方继续当司机 没问题 我可以介绍你们过去 或者说如果说现在还有一个 推荐去读大学的机会 当时其他人 所有人都在选当司机 我爸呢就果断地说 我要去读大学 于是这个领导就把我爸 推荐到了这个上海工业大学 我爸到了上海工业大学之后 就碰到我妈了 大学生 当时我是觉得 我说爸你这个小子太英明了 要不就没我了 到了之后 然后也是顺利毕业 毕业之后也是转行做了工程师 后来呢 他跟我妈一起都是 拿到了这个高级工程师的这个职称 我爸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别说我选择的英明 也别说我选择的有运气 这跟运气没关系 也跟你选择当时的这个 选择的英明程度也没关系 其实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父亲去了上海工业大以后 他其实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压力 因为他当时的学历 可能就按现在来说 可能也就是初中 一个初中生你想来读咱们工业大学的这些东西 肯定两眼一抹黑 那好就好在我父亲之前 在做这个选择之前 他就一直在喜欢阅读这方面相关的书 喜欢了解相关的这些东西 所以到大学 他就比其他人要更快的适应 我记得那是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在辽宁的一个场子 然后我就记得我们家里所有的地方 天花板上 出柜上 床上 到处都写满了这个单词 人生中第一个英语单词 你们可能都想象不到 我记住是哪一个单词 叫Rosco 这个英文是臭流亡的意思 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当时会背这个单词 但是就是在 反正就每天在我耳边道来道去 然后背单词 然后做习题 最后也考过去了 所以说对这个 我父亲这个故事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选择的故事 当然它选择的很对 但是这个选择之前和选择之后 也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换句话说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 你的人生面临着很多的选择 但是这种选择 并不是因为你运气好 或者因为你一时的灵感 一时灵机一动 才能够做得对 这个不是 每一个选择背后 其实都是因为你过去以来一直的积累 以及这个选择给了你接下来的时间 继续努力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实际上努力 是大于选择的 对我父亲来说的话 他的这些 对这些心血的付出 远远要大于他当时选择的 这个英明程度 我每次在学校做讲座的时候 这帮有学生会站起来说 马老师你是怎么样走上文学道路的 我们很有兴趣 我们想听听 其实我走上文学道路是一个特别 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当时我是在上海外国语大学 在读大一 大一的时候 那个时候已经有网吧了 那个时候呢 这是不像现在 上网特别贵 上一次网的话 一个小时是20块钱 你可以想想 那个时候99年的20块钱 那比现在还要贵 那我怎么办呢 那会没钱 我就省出一个礼拜的早餐 这一个礼拜早餐我不吃了 省出20块钱来 在周末上一个小时的网 就是对我来说 那时候上网是一个非常奢侈 但是已经开始有网瘾的征兆了 就不能不去 所以每周去一回 有一次呢 我就去了这个网站之后 我就发现有一个网站论坛 上面有很多小说 我觉得很好 我就去那看 后来发现这样不行 太贵了 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我就弄了一张三寸盘 可以看到 就是像后面这样 五颜六色的 它其实每一张 只能存1.44兆 如果说现在咱们玩一个 随便一个手游的话 估计都要一锣盘 才能把它烤下 那当时呢 有这么一张软盘 已经非常不得了了 我呢就买了一张这个软盘 上网的时候干嘛呢 不干别的了 把所有我想看的小说 都拷贝下来 存到盘里 揣在兜里 然后走掉 第二天呢 去学校的机房 学校的机房上不了网 都是386 但是呢 你可以看东西 没问题 所以到了学校机房 一块钱一小时 我就把这个软盘插进去 开始看 然后看的 看个两三个小时 心满意足都出了 然后下个礼拜再去考 这个我大学生涯 就过得特别无聊 就这么过的 有一次我拿着这个盘 插到这个学校的 这个单机里面去 打开文件 喀巴一下 就它会能 光平声音就能听得出来 咯啦咯啦响 瓷头有问题 结果那个文件 打开之后呢 只有上面一半 下面全都变成乱码了 我就很沮丧 因为 我再想看到这个后续的话 差不多要再等一个礼拜才行 那我就 我想那完了 我就等吧 结果我手 啪了一下 无意中碰到键盘之后呢 因为有联想功能 它连着那句话 顺便后面又打了一行字 这行字跟前面那个话 能连到一块 就是颜值成礼 哎呀我忽然在想 我说这个感觉 这个故事好像 发展得不像 别人写的 这是我创造出的一个故事 虽然只有两句话 我说那我再试着 往下写一写呢 又往下写 写了两行 觉得像模像样 又往下写了一个自然段 又写了两个自然段 就是结果发现 这一发不可收拾 一口气写了 大概一千多字 哎呀回去之后 这个我还特意打印出来 回去之后 看到自己作品 变成签字 在那个宿舍的床上 翻过来掉过去的看 就怎么看怎么顺眼 后来我的人生 就完全相反了 不再是每天 每个周末 去电脑上 去网上去下载文章看 而是说 在学校单机房 自己写 写够一段之后 写够大概几千字之后 周末发到网上去 下一个周末 再去看回帖 就是一个你们现在 完全无法想象的一个节奏 非常缓慢 一个礼拜看一次回帖 我想骂他都得等一个礼拜 气儿早消了 所以为什么 咱们现在老有人说 说那个时候 网络环境好 大家都很心平气和的 不像现在到处 喷人呀骂人呀 其实原因特别简单 因为那时候上网贵 你上网时间 间隔时间长 时间一长之后 你什么怨念都没有了 甚至就会觉得说 有这么贵的时间 我干点什么不好 我去喷别人干嘛 所以说那个时候 就获得了很多人的 这个好评 后来呢 一有好评呢 我就更有信心 形成了一个正反馈 慢慢地就走上了 这个文学道路 这是一个 算是一个很巧合的契机 后来我回过头 我自己在想 如果说没有这个契机 如果说这个盘 真的就没坏 一直好好的这个读着 我会不会也走上这条路 其实也会 因为当你读了 足够多的好的东西 你自然而然会有一种 想创作的冲动 你自然而然希望 能够让自己 也有一些表达的欲望 这个时候 如果你平时看书积累得多 那么你自然就会想 去写一些东西 去跟大家分享 只是早晚的问题而已 我后来在上外 直接出国了 在新西兰的一个 不太 就是挺小的一个大学 在读书 我租完房子了 正在家收拾东西 忽然门外 邦邦邦邦 有人敲门 我一开门 两个老头 脸上皱巴巴的 新西兰老头 然后捧着本圣经 跟我特别和颜约色的 说孩子 你想了解一下上帝吗 我说 好啊 进来吧 请进来 俩人坐在这 他说这样 我们来读一读 翻开圣经 开始读 读马太福音地 多少多少多少 然后说你也可以读啊 我说行吧 我就当练口语嘛 挺好 我也读 读完之后 然后两个老头 洗满一足自走了 我接着干我的活 没觉得怎么回事 第二天 邦邦邦敲门又来了 我说接着 那接着来吧 连着一个多礼拜 有点受不了了 因为他们每天早上 大概是九点多来 你要知道早上九点多 那是大学生 最宝贵的睡觉时间 所以到后来 他这老老头天天来 我就有点烦了 就是我觉得 直接给人回绝呢 就我不忍见到 他们受伤的表情 后来人家俩老头又不傻 看出来了 就跟我说 孩子你是不是觉得 你的英文不够好 所以说读的时候有困难 我一听 我说好 对对对 我说是 英文不太好 这个要不就算了吧 老头说没关系 你可以用中文读 因为上帝呢 是跟咱们通过心交流 不是通过言语 你说话他听得懂 我说上帝能听懂是吧 我说你们懂吗 他俩头说我们不懂 我说好 后来他们再来 每次都是还是一样 翻开圣经 马太福音 多少多少读 他们用英文读一段 跟我说 孩子你可以开始读了 我呢 就拿出一本古文观纸 我带过去的 翻开之后 我看看他们没反应 我说好 那我开始念了 先帝创业未办 而中道崩俗 金天下三分 一周疲毙 此成危机存亡之秋也 背的一样顿挫 这个慷慨极样 两个老头一看我背得高兴 他们也高兴 我这摇头晃脑开始背 他们也在旁边也很高兴 读完之后他们就走了 后来从此以后 就他们每回来 我呢 心情好的时候 稍在手地跟他们读一段 心情不好 或者状态不好的时候呢 就放开古文观纸 背一遍 最后这两年下来 这英文和这个 对神的了解没多少 但是这本书我快背下来了 后来这个在 我在一些学校做讲座 有些人问 说马老师 你这个国学的底子 你对古文的理解是 怎么来的 是你从小书香门第 我说没有 我说大学之前 我都没受过这些万天 你要说我的这个 传统文化的了解 从哪来的 我说这还真得感谢上帝 对白 让我们和更好的你聊聊 感谢新历城独家冠名 本次公益活动 学口才到新历城 但是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 就是说 他和我在前面那个软盘 坏了去写作是一样的 两个老头就算没来 我也一样会读 因为我在新西兰 我在新西兰就带了两本书 一本是古文观纸 一本是三国志 就是那个陈寿的那个史书 因为我喜欢三国 所以说就算他们 没让我读圣经 这两本书我也会开始念 我也会开始看 我一样会读 说白了还是一个道理 就是他们给我们一些选择 但这些选择背后 其实还是一个漫长的 一个我们长期努力的结果 这个想法 其实不光是在大学时代 后来到我工作之后 也一样 我04年毕业 05年回国 回国之后 找了一个法国企业 我这人笨嘴啄舌 然后也比较宅 人比较内向 跑去跟客户打交道 就是吓得心都快跳出来了 特别害怕 老板给我安排的是 当销售 后来呢 发现确实 我不是这块料 那怎么办呢 后来我就说 能不能转别的 这个时候 我们那儿有一个杂志 这个杂志是内部刊物 就是出的宣传业册 每月出一期 他让我就负责那个事 我有时候 辛辛苦苦做完一本 送过去客户看一眼 扔在边上去了 时间长了 其实做那个也挺没意思的 这个时候我就在想 我说有没有可能 用我的长处 来发挥一下 你像这本杂志都是我的 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后来我就在想 我说我对历史这么有兴趣 我在想一百多年 算下来的话 公司成立的时候 拿破仑三世还在位呢 因为是法国公司 我就在想 那这么多年 会不会有一些 奇怪的一些 和历史大事之间的 这些关联 后来我去查了一下 结果查出很多 特别有意思的东西 其中有一个 最有名的就是在二十年代 一九二几年 当时他们招收了 很多中国去的留学生 这些留学生呢 他们都一直在 这个公司里打工赚钱 其中有一个 个子很小的留学生 在这个公司 大概打了一两个月的工 这个中国留学生呢 姓邓 叫邓西贤 后来改了个名字 叫邓小平 我开始查到这 我不太相信 我说这真的还是假的 最后我去找邓小平的纪录片 央视拍的 结果发现呢 真的 他们当时真的去法国 我们的公司总部 找到了当时邓小平的员工卡 你看上面还写着邓西贤 写的是他的名字 我就一想 好家伙 我说我的这个同事好厉害啊 咱们中国第三代领导核心 是我的同事 这个一说出来之后 我就觉得 这个故事其实特别值得说 后来我想有没有可以发掘其他的 结果又发现 李鸿章也去过 现在是电器公司 之前他们是钢铁企业 做了很多的这些炮啊 坦克啊 这些都是在 这个一战二战 发挥重要历史 包括埃菲尔铁塔 埃菲尔铁塔的铁 他们提供的钢材 甚至创始人的名字 现在还刻在那塔顶 最后呢 我说那得了 既然有这么好的东西 那我就写一个 关于我们公司的历史 当时没有任何目的 就是觉得好玩 觉得这个历史很有意思 于是我就写了一个叫 施奈德电器演绎 开始在网上发了一段 然后呢 放到我们那个 我所在那个杂志上 就以前送过去之后 客户代答不理的 结果那一段时间 送过去之后 客户会打电话过来问 你们下一期什么时候出 我说你是要订什么订单吗 他说没有订单 我就想看看后面那后续 我说那好啊 我说那你等着吧 这样就有理由 拜访客户了嘛 那么发了那个演绎之后 其实是给了我一个 启发一个定位 包括也让其他人了解到 我到底能干什么 所以说后来呢 我就发现其实 真正影响到我这个职场 生涯的并不是所谓的选择 而是就像我刚才说的 还是努力 因为我一直喜欢研究历史 一直喜欢做文字创作 那么这些方面 自然而然就会 把它放到我的工作中去 让它发挥出优势 所以我一直在说 其实我不是一个 有天分的写作者 我可能属于努力型的 就是每天四千字 这样一直坚持下来 我觉得不管换了是谁 你每天这么练 差不多也能达到我的水平 我就发现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 叫做二八法则的东西 所谓二八法则就是 我们能取得的成就 80%要靠努力 20%要靠天分 这个有点像艾迪生 说的那句话 虽然说艾迪生说的那句话 说天才 1%的天才 要比99%的汗水更重要 但是我认为 至少在文学创作这个领域 或者说在我们 普通人的职场生涯里 我们不能这么算 我们应该怎么算呢 比如说 一个卷面上100分 然后我们靠着我们的努力 后天努力 可以达到80分 比如说每天 你写四千字像我一样 我们咬咬牙 可以达到80分 再往上 100分我们拿不到 因为我没有那个天分 达不到那个程度 但是如果有一个 有天分的人 他这20分可以拿满 他不努力 他不去拿这80分 最后他得到的成绩 还是那20分 至少我好歹 还能拿个80分 我比他就要高 所以说我觉得 天分这个东西 网上有一句话 就天分是什么呀 天分是当你付出 足够多的努力之后 才有机会去比较的东西 如果你连基本的努力 基本的勤劳都付不出的话 那你这个天分 其实根本没有发挥的余地 你没有资格去发挥这些东西 你没有资格去做选择 其实努力啊 也不只是说 我们说的80%努力 每天写四千字 这些东西 也不光是要求我们 咬着牙 做一件自己不喜欢的事 其实还是有一些方法论 我们努力也要得其法 父亲选择上大学 是因为有很多心血的付出 我小时候 我们家里所有的地方 都写满了单词 自己选择走上写作之路 是因为有写作训练的积累 我不是一个 有天分的写作者 就是每天四千字 这样一直坚持下来 鬼才作家马博庸老师 给我们揭秘 哪有什么选择的秘诀 原来都是踏实努力的结果 真正影响到我的 并不是所谓的选择 而是努力 接下来 马老师还想分享 他创作爆红小说 长安十二时辰的背后故事 这个方法呢 其实当时给我最大启示的是谁呢 是咱们中国古代 一个著名文人叫苏氏 苏氏它有一个读书方法 我觉得特别好 这个读书方法呢 叫名字特别怪 叫八面受敌读书法 这个八面受敌 就是四面八方接受敌人 就是四面八方的敌人 朝你围过来 那这个读书法呢 苏氏说的是说 舒服如入海 就是说这个知识的海洋啊 特别宽广 百货尽有 什么都有 人之精力 不能兼收并取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苏氏给出一个好的建议 叫但得其所欲求者二 翻译成现代文的话说 就是说 你在每次 你在努力的时候 或者说你在看书的时候 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 苏氏喜欢读汉书 他说我读汉书 就给自己设定目标 第一遍 我要了解里面的政治 那好 我以后我们这个读汉书 我只了解朝堂上的 这些政治斗争 其他的我都不管 第二遍 那我再接着来读军事 那我就看看魏清 看看霍旭病 看看李广 其他人专辑我就不看了 第三遍 我要了解一下官制 OK 我在看汉代的三宫九卿 是怎么回事 这个周牧刺史 是怎么回事 只看这个 读过几遍之后 那么你对这本书的了解 就烂熟于心了 这个效率非常的高的 你像这个今年夏天 有一个电视剧 叫长安十二时辰 我相信你们可能也都看了 是我的小说改编的 我当时写这个小说的时候 就完全是把这个 苏氏的八面授体读书法 应用在里面 因为这本小说 我写的是长安城 唐代长安城 我希望大家读了这个小说 能够像GPS一样 把长安城地图走一圈 所以我当时找了一个资料 叫做隋唐两经坊考 杨洪年先生们 他里面讲的就是每一坊 每一坊里面有什么东西 比如说里面光德坊 里面说是这个经兆府所在地 然后有哪个公主住过 哪一个大臣住在这 然后孙思苗也在这住过 罗列 然后下一坊是什么 就像一本旅游书一样 一个完全的列表 没有任何情节 也没有任何欲乐 我以前看这本书 每次都看不下去 每看三月必睡着 效果等同于 同济大学出的那个高数 后来呢 因为我要写长安十二时辰 我需要了解里面的 这个城市结构 所以说 我又重新把这本书翻过来 但这个时候 大家要注意啊 我是带着目标去的 我不是要把这本书 通读一遍 我是因为情节需要 我需要主角在某一个地方 发生一些事 那么它周围这个环境 到底是什么样 我需要主角爬上最高的一个塔 那这个塔到底在什么地方 这是一个一个非常细碎的目标 所以说我当时翻开这本书的时候 我很兴奋 因为里面记载的每一个条目 它都背后隐藏着一个很好看的故事 你比如说里面 我刚才讲的光德坊里面 它说记载有孙思苗宅 药王住在这 曾经住过 那我在想 我能不能就借此 引申出一段情节 我能不能写主角 来到这一访的时候 发现了药王的故居 在里面挖出一个药方 挖出这个药 估计来不及吃了 肯定变质了 但是挖出一个药方 是不是能解救他身上中的毒 或者说他 把他身上受的伤给治一治 如果读者来问的话 说你这里为什么会有孙思苗宅 我就可以告诉他 这是历史上明确记载的 我的小说虽然是杜传的 但是里面细节 跟历史都对得上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读书方式 所以说我带着这个 各种各样对情节的需求 去看的时候 看这本书就完全看得下去 看得非常开心 一路一直看下去 这个整个人的 happy都不得了 最后这本书通读了数遍 最后呢 呈现出来的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长尔十二时辰 苏氏自己也说过 苏氏讲完这个读书法之后 他给自己做了一个总结 他说这个读书法叫什么呀 叫博观而约取 约取 就是说你啊 看的博观 是你看的要多一点 约取是你欺取的 要有所克制 只拿得走自己想要的东西 所以叫博观而约取 然后才能是叫做 后击而薄发 说了这么十个字 这就是这个八面受敌读书法的 这个核心概要 一个核心秘籍所在 那除了这个以外 其实还有很多像 读书以外的方式 咱们有一句话叫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有的时候其实出去走一走 看一看东西 也能给自己的努力 增加一些效率 你比如说我在 大概是13年还是12年的时候 我去四川自驾游 我们那个路线的有一个主题 叫重走诸国亮北伐路 就是说我要沿着 诸国亮北伐的路线 从成都出发 一直到汉中 然后沿着秦岭 像什么奇山啊 街亭啊 武藏园啊 这些著名的 当时诸国亮发生故事的地方 都转一圈 最后到西安去 我们也特别巧 诸国亮去北伐中原 他有一个口号叫 克复中原 但我们当时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开那辆车叫别克 感觉好像这个嘲讽一样 然后我们这开车 从成都出去以后 一路往北走 一路开到汉中 在缅县 那儿有一个地方叫五侯木 这是埋诸国亮的地方 就在这个门的后面 诸国亮埋着 我当时在出发之前 我还跟网上 做了一圈征集 我说你们不是 喜欢诸国亮吗 你们每个人留一句 给诸国亮的留言 我给他打印出来 烧给丞相听 所以当时我搞那个活动叫 我给丞相烧句话 后来当时很多人留言 留得特别好 我看都快感动地哭了 就是说 虽然我们事隔2000多年 但是你一直在我的梦里出现 就类似这种 这个特别感人的话 后来我就打印了很多 带到这个五侯木那儿去 我走到木的旁边的时候 整个人都在哆嗦 激动 就我一想 我说我离诸国亮就三米 虽然是往下三米吧 但也是三米啊 离一个历史名人这么近 特别激动 然后在那儿把这个 磕了两个头 然后把这个留言 给诸国亮一烧 后来我才想起来 都是简体字 估计丞相看不懂 我刚才说 这不是好多人留言吗 有些留言是抒情似的留言 有一个人留言特别奇怪 我特意把那个 转成繁体烧给丞相 我看看他怎么回答 那个留言的是说 说丞相我就想问个问题 为什么诸葛连弩的 射程只有一 特别实在的一个问题 后来从这个 诸葛亮的墓出了以后 我一看 后面有一座小山 不是特别高 我就问导游 我说这是什么山 他说这是定军山 我一听 这就是定军山 定军山太熟了 你想这是 黄中斩夏侯渊的地方 也是一个三国著名的遗迹 走到定军山上 忽然之间 我就意识到一个问题 因为以前呢 有一个 三国一直有一个谜 就是诸葛亮在五丈元 死了以后 蜀汉退兵 诸葛亮临终一言 说你把我葬在定军山 没说为什么 我小时候看到这个 包括长大了以后 看这一段 一直很奇怪 你为什么要葬在定军山呢 定军山那是 夏侯渊死的地方 你跟那事又没关系 你葬在这儿是图什么 但是当我这次 真的亲身走到 定军山的半山腰 往下一看 我发现 一切都明白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站在定军山上 往下看 俯瞰整个汉中 俯瞰整个缅县 诸葛亮墓 包括武侯祠 因为缅县还有一个 天下第一武侯祠 是诸葛亮当前办公的地方 然后诸葛亮屯田的这个黄沙岗 包括他们练兵所在 包括甚至说他们走进秦岭的那条通道 站在定军山上 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说明诸葛亮一直没有放弃 自己北伐的决心 他希望自己死了以后 也能够看着我的后继者 把北伐事业进行下去 他一直没有放弃 对这个事业的关心 即使到死 他也希望 能够跟自己 之前为之付出半生努力的 这个地方 能够在一起 等于是说 我们可以想象 诸葛亮是一个 一直没有放弃的人 他到最后都没有说 给我葬到一个山清水秀 风水好的地方 他没有提到这种要求 他说的是 给我葬到我工作的地方 能够让我看到我的工作 能够被别人继续下去 当我发现这一点的时候 我非常震撼 我一下子就理解这个人了 我们原来想象的 诸葛亮是一个非常睿智 非常聪明 这是他们给我们的印象 但是在这一刻 我看到的诸葛亮 是一个充满了毅力 对自己事业付出了 十二万分的心血 在自己能力范围内 把自己燃烧殆尽 为了一个事业而完成的 一个人的形象 我觉得这个形象 要比他智慧的形象 更值得我们学习 更值得我们震撼 所以说 这个时候我就会发现 我们走到一个地方 我们在读史书 读故事的时候 看到是纸上的 但是很多东西是要站到 当年诸葛亮站在的位置 当年古人站到的位置 看到古人所看到的东西 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到 他们的用心所在 所以说 我那个时候 我特别能理解那句话 读万念书 行万里路 到底是为什么要这么做 所以诸葛亮 其实也罢 苏氏也罢 其实给我们的一个 特别明显的一个感觉 就是他们都是一些 读书得起法 同时又愿意 很努力 把自己的这个心血 一直能够持续下去 花费大量的时间 在做 把自己能力范围内 做到最好的这么一个人 不光是诸葛亮 刚才我说的苏氏 苏氏讲那个 八面授极读书法 他反复地在强调 他说这个读书法 不是一条捷径 这是一条苦的路 你不要觉得 掌握了这个方法之后 以后读书不费劲了 恰恰相反 读书还要更费劲 前面讲苏氏的方法 这是古人教给我的 后来我也发挥出 自己的一些东西 你比如说 因为我是做写小说的 写小说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说你要有想象力 你要能够想到一些 新奇的东西 很多人会说 这个没办法 我可以下苦功夫 我可以去读书 我可以积累 但是想象力 这是天生的 我根本就练不出来 我脑子里就是想不出东西了 其实不是 都说马老师的脑洞特别大 原来他真的很会 从古人那里找方法 博观而约曲 后机而博发 这就是八面授极读书法 核心概要 不管是苏氏 还是诸葛亮 都成了马老师 写作之路上的灯塔 他们都是一些对自己事业付出十二万分的心虚 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把自己燃烧殆尽的人 难怪马老师这么受读者的欢迎 接下来 马老师还有哪些训练想象力的独门秘籍呢 其实想象力跟其他东西一样 都是有方法论可以遵循 都是有办法可以让他们能够 让普通人也能够掌握得到 只是说你们没有发现那个方法 后来我其实就发现一个方法 就是说给自己做一些思维训练 你像我在北京这个以前出门的时候 我就我特别喜欢玩一个游戏 每次坐地铁进去之后 因为没有手机 这个人特别挤 把你挤成这样的话 你根本也掏不出手机来看 那你怎么办呢 我就会观察周围的人 看每一个人 看他们的这个表情 动作 穿着 衣服 给他们加人设 加一些背景 这些东西不一定是准的 你也不可能拽人去跟人确认 但是呢 他能够打发你的时间 而且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 就是你会观察这个人的时候 你会 你自然而然会观察到他说 他是不是坐立不安 不停地往外看 还是闷着头 就是踏踏实实地玩手机 或者踏踏实实睡觉 你可以通过这些小细节 判断出来这个人 什么时候下地铁 你就判断说 这个人快下了 我就蹭到他边上去 如果他下的时候 这座就是我的了 就是这个游戏 又能够可以让你得到锻炼 同时还能给你得到一些好处 我用过这种方法 成功率大概是在60%左右 所以说还挺高的 其实还有一些很多 就是在种种场合 我都有一些 这些思维训练的方式 比如说 我还有另外一个 在一些没法玩手机的 另外一些极端的场合 比如说飞机起飞的时候 手机不能开 然后我就只能 这个躺在这个座椅上 想事 那想什么事呢 我就给自己想的一个 其中一个题目 叫不存在的书 这个游戏呢 也很好玩 我建议大家有时候 一些机会也玩一玩 这个游戏讲的是说 想象有一本书 这本书是不存在的 从来没存在过 全都是空白 你需要做的事 就是你再想象这本书 你给它编一个标题 给它想一个封面 再给它加一个书腰 想象它是什么人写的 它的书籍写的是什么宣传语 它书背写的是什么出版信息 总之 这一本书 你从头到尾 除了它的正文以外 其他东西 你把它想一个通透 把它完完整整想一遍 不一定每次都要想完整 但是每次你无聊的时候 你就会从脑海里 把这本书抽出来 再给它添加一些细节 到后来的时候 你的这个脑海里 会有一个大书架 这个书架上面摆满了 从来不存在的一些书 但是这些书都栩栩如生 因为它们有足够多的细节 让你来看 你比如说 我现在随便 我从这个脑海里 抽一本书出来 这本书呢 叫漩涡 漩涡封面 是一个漩涡的样子 一个女人的手 从这个漩涡里伸出来 那这本书是怎么来的呢 陆遥最经典的一个作品 叫平凡的世界 我就在想 平凡的世界里面 女主角叫田小霞 我很喜欢那个角色 可惜 在故事里 她是因为抗洪抢险 掉到水里淹死了 我就在想象 陆遥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 也舍不得把女主角写死 所以她在她的稿件的背面 又写了一个 关于田小霞的短篇小说 这个短篇小说 之前拿给编辑的时候 编辑没有发现 这个稿子背后 有这么一个东西 就没发现 直接写完之后 就存在保险箱里了 后来到了陆遥 比如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 重新把这个稿子拿出来 重新出一版 无意中发现 背面还有一个短篇小说 于是就把这个小说 重新出了一个很短的 很小的一本书 就叫漩涡 中间伸出来 那个手是田小霞的 我接着在想 我说那这本书 我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说想象这本书 因为没什么销量 就印了几千册 全国的这些图书馆 这个大专院校 每个地方发了一本 包括其中有一本书 就到了我的高中 学校的图书馆 有一天我去那边借书 看在书架上再看 忽然看到有一本这本书 想伸手去拿 旁边有一个小姑娘 也想伸手去拿这本书 两个人的手呢 差一点没碰上 然后两个人对视一眼之后 我很有绅士风度啊 我退后一步 我说那你先拿走那本书看吧 他就把这本书拿走了 他说他很郑重地跟我说 他说我三天之后看完 肯定还回来 你三天之后过来借 三天之后如约到了图书馆 结果发现姑娘已经走了 但是呢图书馆那本书还在 我把这本书拿出来 上面的借书卡 找到了这个姑娘的名字 和她的年纪 但是一直也不敢说什么 就默默地把它记住了 就是后面的故事 我就不能讲了 这个 就是说白了 就是围绕这本书 前前后后的 就想了很多的这些 八卦呀故事 让这本书变得极其丰满 极其充实 除了正文以外 所有东西都有 这是一个特别杀时间的方式 而且呢 它会训练你 第一 你的想象力能有多宽 第二 训练你对细节的敏感程度 你会在后来添加细节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你以前看很多书的时候 没注意的东西 你像这个书脚上 是不是印着一些小花样 它的书封上 它为什么要印这些东西 当你自己去想一本书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为什么编辑会这么做 你会发现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 那今天机会难得啊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特别适合咱们大学生玩的游戏 要不咱们这样 咱们想想三个人吧 你看大家有没有什么 想自告奋勇 现场来咱们开个脑洞 想一想这个书的 想一想你自己脑海中 一会儿不存在书 怎么样的 我看一下 这 你们仨吧 好吧 我脑海中的这本书 我觉得它应该是这样的 它的这个封面是蓝色的 然后上面的话 就是有一双手 然后是正在被修复的一个建筑 然后我这本书的作者的话 我希望就是我自己 然后这个书名叫 如果建筑会说话 然后我这本书 我想主要讲的就是 在未来嘛 然后就是 经历过那种文明断层之后 然后人们就觉醒了 很多的能力 然后我的主员工的话 他就比较神奇 他就能够听到建筑们 说话的声音 然后他就 就是重回地球 用高科技的手段 来修复那些古建筑们 然后我想写这么一本书的原因是 我是山西人 然后我们家那边有很多的古建 然后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 其实很多的古建修复 达不到预期的那种效果 还有就是 其实很多人压根就不知道 还有这么一个行业 所以我就希望 能不能有这么一本书 就是稍稍地呼吁一下 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方面 挺好 这个还能联系到 山西的这些古建筑 你会把它写出来吗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把它写出来 如果课也不中的话 好 谢谢 谢谢老师 好 我先告诉大家一个书名 应该叫做《治愈》 因为现在生活节奏都特别地快 然后马老师可能也有这种感觉 然后作为九五后的我们 都在受着大环境的影响 慢慢变得浮躁忙碌起来 然后常常没有很多的时间 去欣赏之前经过的风景 忘记了自己很多东西 可能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些什么 然后我就感觉 这其中让我失去的 可能就是那种最真实 最珍贵的东西 所以说我今天创造这本书 叫做《治愈》 我感觉这本书 应该是没有作者 没有确定的内容 因为这本书的内容 应该是由那些放慢脚步 欣赏生活的人来填充它的 所以说这样的话 大家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作者 包括是在座的各位 我都可以 这本书的话 我认为它的封面 应该设置成黑色的 因为黑色很不起眼吧 然后可能它会被放置在图书馆的某一个角落里 只有那种放慢脚步 欣赏生活的人才能看懂它 才能去填充它 而我还认为填充内容应该不受限制 可以是我们之前与父母或者发小之间有趣的故事 也可以是我们那些年一起追过的电视剧 吃过的零食 一起弹的玻璃球 还有我们小时候骑的那种二八大杠式自行车 这些我认为都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吧 然后常常回头看一看 再苦再累 我一认为这样不会丢失了我自己 所以说就要写这样的一本书 谢谢 第三位 我这个人平时就是一个比较爱看书 爱乱写东西 爱乱想的一个人 然后我之前也是自己着手写过一些小剧本啊 小故事之类的 然后我之前刚才看见这个题目之后 我就想到我以前也写过一些东西 我想把它再丰富丰富 最好能达到以后能出版的那个地步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 我曾录过那年盛放的十八岁 然后故事 一听就很有故事 故事大概发生在一个夏天 讲述着两个女孩的故事 然后关于友情 关于珍惜 关于爱与被爱的故事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珍惜身边的 你遇到的对你好的那个人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我曾经自己走过 一个比较孤单的 然后不怎么太圆满的十八岁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十八岁的时候 都能遇到这样一个人 他对你好 他打也打不走 骂也骂不走 他能带你走过十八岁不好的那一面 走过十八岁的黑暗与冗长 带你去十八岁美好的地方 因为自己经历过嘛 觉得不好 所以不想再让别人去经历 哎呀 这个故事听着就不错 你准备写出来吗 还是就开开脑洞就算了 已经开始写了 已经开始写了是吧 对 那这就不是一本不存在的书了 他应该很快就能看得到 对 挺好 哎呀 你们三个我发现 你们发现没有 这个他们三个 虽然每个故事的选题不一样 但是明显都能够发现 都和自己的年轻时的童年阴影有关系 不管是对山西古建筑的这个感慨 还是这个对二八大杠和幻中格格 包括这个对十八岁的这个眷恋 这些都是你们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还是说 不算亲身经历过的 但是也都是思考过的 对吧 挺好 我非常羡慕这样的情况 因为现在你们还有体力 还有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契机 因为写作这个东西 其实靠的 写作跟别的不一样 你搬砖的话 你可以咬了牙搬 但写作不行 写作一定要有一个内心的驱动力 一定要对自己特别特别想写 那才能走下去 而且我建议你们真的把这些东西都写出来比较好 真的不是说只是停留在一个脑海中的书架 真的把他们写出来之后 可能感觉就不一样了 好 那大家给他们鼓掌 好吧 谢谢 谢谢 期待你们三个的书 看到他们三个 我觉得特别感慨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跟他们也一样 就是一聊到自己有什么想法的时候 两眼都放光 因为其实我小时候跟你们想象不一样 我在大学之前其实没怎么看过书 然后也对文学方面也没什么天分 就是傻玩 后来其实上 就是这个 好吧 没想到他们把这张放出来了 这个你们看看就算了 这是在三亚 我当时在转学到三亚 因为我小时候转学特别多 我大概是转了十几次学 所以说这南边去过三亚 去过桂林 北边什么赤峰啊 然后这些上海啊 反正全国各地吧 基本上地方都去了 这样就造成一个问题 我没有同学 我还没来得及跟这些男同学也吧 女同学也吧 培养出感情的 我就转学走了 跟他们也没什么来往 你们都见过那种 那种转学生 甭管什么性格 第一次出来肯定特别怂 坐在这座位上不说话 三天没人搭理 慢慢后面熟了之后 才开始有来往 我不是 我后来已经都转的都已经 转的都已经 就是怎么说呢 都已经成精了 每次到一个地上 一进学校 一进教室 老师带进去 老师还没说话呢 我一看有空座 老师我坐那吧 自己走过去 啪书包一放 看一同桌 哎同桌你好 我是转学生 给同桌吓一跳 所以说大部分时间 我都在家里自己看书 或者说自己在家里 发呆无聊 写作这个东西 它特别微妙 你越是想拿它赚钱 你越是想写一本 我要拿诺贝尔文学奖的书 你越写不出来 它一定是发自内心 发自你个人的兴趣 然后辅之以持之以恒 才能够达到一个效果 我举一个例子 16年出版的 长安十二时辰 卖完之后 所有人都跟我说 他说你下一本写什么呀 是不是该写成都十二时辰了 或者广州十二时辰 上海十二时辰 我觉得好多十二时辰都可以写 我就把全国的地名列表拿过来 我这一辈子都写不完 但是我说我不能写了 因为这东西呢 第一重复自己 第二呢 读着也不傻 你玩过一次之后 人家就玩第二次 人家觉得不新鲜了 我肯定要写点别的 这个时候 我就果断地 从这个热潮中后退了一步 我去转而去研究 明清时代的这些地方制档案 这些档案研究了一年多之后 在里面挖出了一些固执堆里 挖出了六个不为人知 以前从来没有人关注过的一些 民间琐碎的小案子 特别特别小 一个线的这个级别的这个案子 史书上根本不会记载 我把这些案子 重新做了整理 重新做了一个过程的一个梳理 最后把它出了一本书 叫《显微镜下的大名》 那这本书其实是没有什么 就是肯定不会畅销 我这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去写 一方面是我要遵从我内心的 这个真实的冲动 另外一方面 就像我刚才说的 要寻求一种平衡 这种平衡是一种 不是说你的能力偏差了 我是对明清时代档案研究之后 我觉得这方面我能力有提高了 我觉得那我可以去 通过这种方式寻求一种平衡 把它写出来 写错了也没关系 这本书 当然这本书肯定没有 长时间十二时 那么畅销 大概我现在好像卖了 也就卖了不到二十万本 但是我觉得挺开心的 我写这个东西觉得很舒服 今天时间关系 只能说这么多 但是给大家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忠告 不管是我父亲的故事 还是我的故事 还是苏氏朱格亮的故事 其实告诉大家就是一点 选择是努力带给我们的一个自由 只有我们努力足够多了之后 选项才能出现 你才能够有足够的实力去做选择 如果你不够努力的话 选择到了你也抓不住 你付出努力足够多了 即使你选择错了 也能给你同样多的回报 只是大小不同而已 所以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继续努力下去 持之以恒地努力 时间花在什么上面 是看得见的 你花费的精力 在这个上面 它早晚会给你一个 非常好的回报 马老师通过分享自己的故事 告诉了我们努力 其实大于选择 并且还传说了读书积累 和想象力训练的好方法 那么接下来 同学们又准备了 什么有趣的问题 在教育方面 你有什么独到的见解 能用我们分享一下呢 成功经验没有 但是失败经验有 您在文学创作过程中 有没有被甲方 被公司 被市场影响的这种经历 哎呀 你说的这个事啊 这个搞得我现在心情很低落 让我们马上进入 对白时刻 对白时刻 马老师您好 我是来自管理学院的借物纸 我一直是您的书迷 平时生活里也很喜欢音乐创作 我自己呢 写了一小袋旋律 现在想传给您听 你要仔细听 听完之后 我会问您一个小问题 好吧 接听龙西风音 诉说着散过的记忆 地下举龙穿行 草原动物犹豫于困境 长安时光匆匆流淌 十二时辰 一场过往 万世皆随波澜 褪去 细时孤动 神仙秘剧 谢谢大家 那老师 我刚才这段旋律的歌词中 暗含了您几部作品的名称 您能说出来是哪几部吗 这个我刚才又听出来了 风起龙西 龙与地下铁 长安时二时辰 古董局中局 对吧 其实还不完全对 老师您看后面的歌词 歌词从头到尾 分别是 风起龙西 三国机密 龙与地下铁 草原动物园 长安时二时辰 万世街波澜 最后有一个是古董局中局 这每一句都是一个作品 看来你还真是书迷 那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 想问您 就是您创作了这么多部作品 您创作过程中 有没有遇到过平静期 当您觉得您自己 写不下去的时候 您又是通过什么方法 来调整自己的呢 平静期肯定是有的 有的时候也确实会陷入到一种 我不知道该怎么往下写的地步 那怎么办呢 其实我一般就会果断地放下 不去想它 因为我觉得灵感这个东西 就跟猫一样 猫是你越想去撸它 它跑得越远 你要不搭理它 它一会儿就趴在你腿边来了 或者是趴在你的键盘上 所以我觉得灵感也一样 这个东西不是不能强求的 我一般如果没有灵感的话 那就一方面一边是跑步 那么第二呢 也是来源于你跟很多人的聊天 多去跟他们聊一聊 其实往往有的时候 就有灵感迸发出来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或者对这些 所有这些有志于写作的人来说 你要明白 写作并不仅仅只是写作 它是一个你人生态度的一个集合 你愿意过什么样的生活 你觉得什么样的生活 你过得开心 你最终会落实到你的作品上 其实包括歌曲也一样 你们做音乐的也是 我觉得刚才那个歌词 虽然没猜全啊 但是我觉得那个旋律特别好听 谢谢老师 我估计你在生活中 是不是也是一个 比较温柔 比较这个热爱 就是喜欢观察一些生活细节 而且愿意把这些东西 有表达欲望的一个人 对 对 是的 谢谢您 马老师 谢谢您 马老师 您好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我的室友都是一阳千玺的粉丝 是他们带我看的长安十二时辰 但他们说如果没有一阳千玺的话 甚至不会点开这部剧来看 那么您觉得这部作品的爆火 是因为您的故事写得很好 还是因为一阳千玺的加入呢 首先我觉得这一部戏 它的初期的火爆 一定是因为一些偶像明星加入 那么去看 但是大家都不是傻子 一部戏的持续火爆 那么一定是因为这部戏 本身品质的出色 但是我觉得通过一阳千玺 包括通过其他的明星来看这部戏 是一个特别好的事 我们都喜欢偶像 但是我们要想清楚 为什么我们喜欢这些偶像 是因为我们的人生 是有限制的 我们只能看到自己身边的东西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通过一个偶像的举动 通过一个它的发展 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那我觉得粉这个偶像是有意义的 你比如说一阳千玺 一阳千玺之前 我跟她没有任何交集 这个时候她演了这部戏 那么她的粉丝来看这部戏 对这些粉丝来说 就没有白粉这个偶像 因为这个偶像带着她 来了解一些中国的历史 看了一个好的电视剧 带领他们看到了更多的东西 我觉得这是 喜欢偶像最大的一个意义所在 归根到底 我们是希望能够通过粉偶像 得到成长 得到开阔 得到一个接触到更广泛世界 接触更多姿多彩东西的方式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有一些人 之前没有不知道我 但是通过他那么的偶像 跟我发生一点联系 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 而且我希望这个会 以后会继续持续下去 这是我们粉一个偶像 最大的意义所在 谢谢您 马老师你好 我想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说 我们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在创作过程中 我们只是想创作出一个 自己喜欢的东西 但是会由于甲方 由于市场 由于公司的原因去改变它 就像我手中这个手提袋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屏幕 它从第一搞一个 中国风的手提袋 最后变成了第四搞一个 大家看不懂的样子 我想问一下马老师 就是您在文学创作过程中 有没有被甲方 被公司 被市场影响的这种经历 还有就是您的作品 在影视剧的改编过程中 这种艺术性和商业性的平衡 您是怎么看的呢 我觉得第一个重要的就是在于 双方一定要理解清楚 需求到底是什么 你要引导甲方 想出他们的需求 其实这是跟相亲一样 你要问谁相亲说 你想要找一个什么样的 没关系人好就可以了 这种是最不可接受的 这种甲方提的需求 是根本不可能满足的 你一定要问他 你想要一个月薪一万以上的 还是一万以下的 你想找这个是大专以上学历的 还是要找一个硕士生 你不断地问他这些问题 他会回答 他会想 想清楚之后 最后他会说 我要找一个硕士以上 月薪一万以上 然后在什么外企业 还是在创业企业 然后是身高在一米七以上 或者什么的 他的需求就清楚了 所以甲方就跟这些人一样 你就把他当成一个相亲 你是一个媒仆 你需要学会去推销自己的东西 而且你可以在 不断问这些问题的过程中 把自己的需求 把自己想要的这些设计 潜移默化地去塞给他 让他恍惚觉得是他做的决定 这样慢慢以来 甲方的这个需求明确了 你的工作就好做了 所以说如果你有机会做的话 你可以试试这个方式 如果甲方不信 你就说是我说的 好 谢谢马老师 马老师您好 我之前看过一篇报道 这篇报道中说 高中语文阅读理解题目的 原文作者去答题 20分只得了6分 类似于这样的情况 还有很多 对此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您有没有遇到过 类似于这样的 过度解读的情况呢 我原来没遇到过 但是从五年前开始 不断地有粉丝给我发考卷 他们让我做 我真是做不全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有些东西属于过度解读 但是有些呢 其实还是有它在 文学研究上的意义所在 您认为网络对文学来说 究竟是利大于弊 还是弊大于利呢 我认为利大于弊 网络时代对于文学来说 它是给了文学一次 新生的机会 有机会让我们这一代人 能够开创一个新的文学形式 如果此时此刻 让您创作一本 全新的科幻题材的小说 您会选择写些什么内容呢 科幻不是我的专长 因为数学不好 如果我写的话 我可能会写 社幻 未来我们会有一些 更先进的科技 这些科技对人类社会 会有什么影响 所以我想写一些 社会幻想题材 您写了很多历史类的小说 但是现在科技发展的就很快 我想问您 那您对未来世界是怎么看的呢 我们这个时候太关注于历史 会不会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呢 但是我觉得历史跟未来 其实两者之间并没有一个 特别严格的分界 我们去研究历史 恰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放眼未来 去了解到未来的一个趋势 谢谢马老师 好 谢谢 亲爱的马老师 您好 我叫叶玉竹 来自外国语学院 最近啊 有一个话题特别特别的火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有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放一下 这个是什么 小朋友 小朋友 是什么 一光 是什么 光 你觉得你读得对吗 对 下一下 叉 这题对吗 对 读给我听 狐狸 对不对 应该怎么不 我们从这个视频也能看出来 现在家长陪孩子写作业 实在是太难了 简直心脏病都要犯了 然后我之前在微博上也有看到 您和您儿子有很多的比较温馨的互动的画面 所以呢 我想问一问你 你有陪孩子写过作业吗 在教育方面 你有什么独到的见解 能与我们分享一下呢 哎呀 你说的这个写作业这个事啊 这个 搞得我现在心情很低落 在孩子上学之前 父子感情特别好 母子感情也特别好 这个上学之后 就情况就完全变了 每天也是盯着 当然主要是我太太 花的时间比较多呀 然后我有时候也 有时候他就 着急 训孩子 我就过去 我说 哎 你冷静一下 对孩子要耐心 然后他一甩手走了 说你教 我说我教吧 没过十分钟 拍桌子 这个有什么 这个这么简单你都不懂 就是确实你要不去 亲自辅导的话 你会体会不到 父母这种愤闷 这种绝望的心情啊 就有的时候 特别简单的一个东西 他就是想不通 后来我一个朋友 他孩子比较大了 他就安慰我 他说 你们这个冷静一下 稍微坚持一下 坚持熬过四年级就好了 我说熬过四年级 孩子有自主学习经验吗 他说不是 熬过四年级 这些题目 你们也不会做了 当你不会做这些题目之后 你的心情就变得 就平衡多了 就会冷静说 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个题到底怎么回事 现在你们所有的愤怒 你们所有的绝望 是因为你们会做 你们会做 会觉得你为什么不会做 才会导致这种偏差的 我儿子呢 也是普通孩子 常饭的错误也常饭 然后分数也就中不溜 他虽然学习成绩不好 但是特别会怼人 有一次 特别小的时候 他大概就三岁多 他喜欢吃纸 地下有碎纸片拿过来 放嘴里吃 我就给他讲 我说这个不能吃 他听不懂 我就只能用动作 我给他讲 我说 我说你看啊 这个有纸是吧 放在爸爸嘴里 放在嘴里 然后我啊 躺在床上 一动不动 他一看我躺在不动了 他的理解不是说 哎呀 爸爸吃了碎纸片死了 我不能吃 他的理解说 哎爸爸躺在不动了 我可以玩他的手机了 他就爬过去 一边瞪着我 一边掏我怀里的手机 我就躺在床上 我就睁开眼睛 开始瞪着他 他一回头看见我 他瞪着他 他第一个反应 不是把手机塞回去 第一个反应 是从地上拿出纸 来塞到我嘴里 然后就是很崩溃 所以说你要问我说 有没有什么成功经验 没有 但是失败经验 有 从失败经验来看的话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要跟你的孩子 要处于一个平等的地位 你不要把他当一个小孩子 其实他们什么都懂 就很多时候 这孩子其实懂得很清楚 我们最重要一点 就是放平 放平心态 放平身段 跟他们当朋友一样来交往 这样的话 能够有效地减少你的焦虑 因为我儿子 才一年级上半学期 所以说多么真知灼见的经验 我也没有 也在慢慢摸索 等到我摸索完了 估计你也该有了 到时候你再来说 好的 感谢马老师的回答 马老师您好 您讲到的读书积累 我很受启发 但其实当下 有一个挺残酷的现状 就是一些独立经营的书店 都关门了 做不下去了 比如一些停火的网红书店 刚开始 大家都争先口后地去打卡 也买了书 但最后都数之高格 我们自己都知道 读书是件好事 但作为我自己来说吧 就很难看进去 所以想请问您 当代年轻人 应该如何培养 自己的阅读兴趣呢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 不爱看书 原因很多 但我觉得其中一个 重要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在网上 买书的时候 已经把我们的视野 限制死了 网上买书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它有一个推荐算法 它会根据你的购买习惯 你之前买过的记录 来给你推荐 你喜欢的书 比如我去买了曾国藩的书 OK 他给我推荐左宗棠 推荐林泽徐 推荐所有的近代 或者晚清人物 这样造成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选择余地是越来越窄 虽然网上书店 会让我们觉得 有林良满目 什么书我们都买得到 但是我们看到的书 会越来越少 那你说 现在年轻人 怎么去看书 我觉得也没什么 特别好的建议 只能是说多去书店逛一逛 多逛一逛这种实体店 看拿眼睛去书架上扫一扫 有的时候就能扫到一个 你所想象不到的天地 谢谢马老师 马老师您好 如果让您给我们现在的大学生 只推荐一本书的话 您会推荐哪一本 谢谢 如果要推荐一本书的话 我建议大家去看史记 史记在很各个方面 都开创了中国历史的 这些很多的先河 咱们老说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 但是司马迁身为一个汉朝人 他在写这个历史的时候 他特意给项羽单列了一张 而且把项羽写的 优点和曲点都非常鲜明 充满了这种 充满魅力的这么一个人 他也不会去 故意去贬低这些失败者 所以说读史记 对于现在大学生来说 不光是了解到的是历史 同时也能从司马迁 对于这些历史人物的 保贬中学到一种人生态度 对待一些不同的人 哪怕这个人跟我不对付 那么我要尊重他的优点 尊重他的这个缺点 求同存异 兼收并去 所以说 我觉得史记是一个 从各方面都特别适合 现代人来读的 谢谢老师 今天时间关系 只能说这么多 但是给大家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忠告 选择是努力带给我们的一个自由 只有我们努力足够多了之后 选项才能出现 你才能够有足够的实力 去做选择 那今天我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欢迎各位来到 心灵神对白小课堂 我是心灵神的讲师 梁颂国 我们都知道 沟通表达很重要 学好了沟通表达 能够对我们哪些地方有帮助呢 其实每一个人在职场 很需要沟通表达 在我们的职场当中 在跟领导汇报工作的时候 如果上传下达 有相关的技巧帮助 你会发现更加高效一点点 所以在这儿 我想送各位一些方式方法 能够让各位在以后的生活里面 在以后的工作里面 通过良好的沟通表达 变得更加顺风顺水 变得更加的优秀 更上一层楼 我想问一下每一个人 你知道沟通与表达的相关技巧吗 如果你不知道 来对了 所以呢 我今天会分享一些相关的方式方法和技巧 帮助每一个人学会沟通与表达 你有这个情况吗 很多时候你坐那准备得很好 可当你一站起来 好像大脑就空白了 这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心情过于激动 换个词叫紧张 所以可以思考一下 你沟通表达的时候 你紧张过吗 如果你有 今天我可以帮帮你 我们每一个人在沟通的时候 我们都要记得 我们有好的感受 有好的内容是很重要的 但更需要合理的方式方法 把它表达出来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 我们看到这三位 他们的急性发挥 很符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理预期 他们表达非常到位 他们为什么表现这么好呢 他们讲话好是有原因的 今天我首先想分享一个关于 逻辑条理的表达公式 其实我们小时候学过 小学二年级就学过 是什么呢 叫五合公式 五合是哪五合呢 何时 何地 何人 何事 何故 在我们写作文的时候也学过 五合的第一个叫何时 时间 我们在表达事情的时候 尽可能用时间开头 为什么呢 因为时间是最能够引人深思 它具有代入感 比如我说一句话 现在是本人时间晚上七点四十五分 你会发现很具体很清晰 而我们很多人在表达的时候呢 说的很宽泛 这是不OK的 那么第二步就是我们的何地 地是地点嘛 我们在领导面前也好 在很多的演讲大赛场合也好 在很多台面话需要去说话的时候也好 说明地点有一个小技巧 我建议每一个人在表达地点的时候 由大到小依次表达 比如你在开车的时候 听到广播里说 现在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在北京 请大家绕道而行 你会很难想象到北京哪个地方呢 你会不清晰 所以我们尽可能由大到小 比如说北京市朝阳区某某路 你会发现我要绕路而行 所以地点这一块尽可能由大到小 具体的讲解和分析 会让我们的观众和对方听起来 哇简单明了 所以呢我希望每个人在表达的时候呢 越具体越好 那么下面就是人还有事 人和事呢 我会建议每一个人能够用细节刻画是最好的 我们描绘一些相关的细节 让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产生一个画面感 比如说我们看到王府井街上 人来人往 有一家门店挂了四个灯笼 同时呢门店门口还有八个花篮 你会发现这种画面感的描述细节的刻画 让每一个人脑海中有一幅画面很清晰 所以表达人和事的时候 尽可能注意细节刻画细节描述 最后是我们的何故 何故是原因呢 为什么原因放最后说呢 因为要设置悬念 引发别人的思维 让别人被我们的思维呢 带着走 我们带领他们跟我们一起往结果去看 所以呢 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故 何故放最后说 如果你用这个五合来讲故事 我会建议大家在结尾的时候加一个什么呢 提炼和升华 我想知道每一个人其实在工作里面 光说道理是不行的 会通过一些案例说明 让对方懂得一个道理 所以说在说案例说事的时候 用五合 最后给人一个建议的时候 提炼和升华 寻寻善诱 刚刚我们在演讲当中 听到马文勇老师的演讲 真的是太精彩了 你会发现 他的演讲好像比五合更高级一点 甚至可能更难一点点 老师好像你所说的五合公式 马文勇老师并没有讲 其实五合公式是一个基础 学任何技能先干嘛呢 打好地基 你会发现 打好地基之后 才会有一个上层建筑 所以呢 打好地基 是每一个人在学习演讲的时候 一个必要的阶段 你们知道吗 马文勇老师的演讲 是更高级的演讲设计 我们知道 马文勇老师讲完之后啊 你们每一个人好像很难忘记 你印象很深刻 这是为什么呢 你们为什么脑海当中有一幅画面感呢 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对他的演讲最后一由未尽呢 这是为什么呢 马文勇老师的演讲 用到了我们行业内的一个万能公式 万能公式叫 凤头 诸度 报位 这个词你是不是第一次听说呢 什么叫凤头 什么叫诸度 什么叫报位 首先我们来说凤头吧 凤头啊 等于演讲的开头 演讲开头 必须跟凤凰的头一样有特点 什么特点呢 小而精美 措辞精美 我们讲话要必须 严谨一概 不能过于容长 凤凰的头 简单明了清晰大方 所以我希望每个人的演讲开头 也跟凤凰的头一样 各位 在凤头这一块呢 有几个注意事项 第一步 确立你今天的演讲主题 比如 我今天的主题是沟通表达 所以呢 这是我的主题我确定了 然后第二步 我可能会用相关的开场方式 那么开场方式 怎么去设计呢 怎么来表达呢 开场方式有三种 第一种叫摄问史 第二种叫数据史 第三种叫幽默史 我们来先学习一下 这三种方式 第一种 你看我会怎么做 各位朋友们 你们认为 共同表达对工作 重不重要呢 重要的可以举手 示意我一下 或者我再问一个问题 你认为 良好的共同表达 能不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呢 如果你同意的话 举手 示意我一下 你会发现 以后当你走上职场 能够走到工作台面化的时候 能够去带领团队的时候 你站在人面前 如果这么去互动讲话 你会发现 很容易引发别人跟你进行同频 所以设问是有互动感 这个方式是可以使用的 问的问题简单就可以了 不用太有哲理性 第二个呢 是我们的数据史 这个方式呢 很适合理工男 因为用数字说话嘛 很多的演讲大咖 会通过讲解PPT 通过数据分析的模式 让我们意识到主题的重要性 你会发现数字很敏感 所以呢 我们的数据史是可以用数字化 用阿拉伯数字来提示 主题的重要性 那么第三个是幽默史 幽默史其实第一个 我要多做积累 第二个呢 我们在相关的语气 语调方面 也需要做一个调整 本来一个很好的故事 但是你讲得很平淡 它就不幽默了 一个非常一般的故事 你会声会声讲 它也很幽默 你会发现很多幽默的人 它的语音语调 是非常的活跃的 包括它的外在形象 也是非常的活跃的 所以呢 各位每一个人记得 你在沟通表达的时候 有三个要素 第一个是文字内容 第二个是语音语调 第三个是肢体动作 你会发现 三个部分的加入 能够让我们的演讲 更加会声会色 所以我希望各位呢 在幽默史的时候 尽可能稍微变化一下 表达形式会更好一点 那么我们在 凤头的最后一个部分 是要观点输出 比如你要说一个这样的词 我认为 一个演讲者 一定要有自己的观点 比如说 我认为 共同表达很重要 它能够让我的工作 步步高升 我认为 共同表达很重要 它能够让我建立良好的 人际关系 所以呢 三个字 我认为 你一定要表达出来 这是你的立场 你不用怕别人会反驳你 因为稍后有 诸度的部分 来帮你解决 这三个字的问题 那么怎么解决呢 我们说到诸度 诸度字 它很大 诸度有个特点 叫 大度能容 诸度 就等于我们演讲的 内容部分 内容部分呢 它需要三个部分 哪三个部分呢 第一个叫 背景解释 你得解释一下 你为什么这么认为 你凭什么这么认为 你有什么理由 和资格这么认为 所以呢 刚刚我说了 我认为 共同表达很重要 它能够让我的工作 步步高升 我为什么这么认为呢 在解释的时候 可以通过 自身的案例去解释 也可以通过一些 社会现象去解释 解释的时候 尽可能用一些 小故事来穿插 像马博勇老师一样 他的故事很丰富 诶 他的道理就非常的 能够让人接受 那么第二个步骤 叫做重点列表 什么叫重点列表呢 你今天抛出了一个 沟通表达的主题 那么你就要发现 其实很多人是不懂的 那么你要做什么呢 给别人方法 第三步 叫重点剖析 所以我们重点列表 只列好 你给的一二三 是什么就可以了 在第三步的时候 重点剖析 比如说 首先我们来解释第一点 然后来解释第二点 其次来解释第三点 这个时候再解释 那么你在解释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大的注意事项 你一定要学习 故事导入 案例引入 我们在听马波勇老师演讲的时候 他的故事很丰富 很有代表性 发现没有 所以你光讲故事 但是故事没有代表性 没有连接性 是不够好的 所以在重点案例剖析的时候 在重点列表剖析的时候 你的故事引入 案例导入 要有代表性 要有特色 通过故事来说明 一二三的重要性 通过故事来解释 一二三的重要性 所以呢 在这儿 我尽可能建议大家 重点剖析的时候啊 准备一下 正反案例 比如说 一个正的 一个反的 对比一下 再呼吁大家 往正的方向去走 我们的演讲当中 为什么那么精彩 都是通过故事 引发出来的 良好的故事 才会产生相关的道理 耐人 寻味 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 在设计稿件的时候 要准备好我们的 故事内容 怎么解释我们的观点 怎么解释我们的重点 列表 故事 尤为重要 那么最后我们说到什么呢 说到我们的 鲍尾 鲍尾是什么呢 各位可以思考一个问题 鲍子的尾巴 它利息是小 还是大 我们应该都看过动物世界 鲍子的尾巴是非常的有力气的 有力度的 所以鲍尾等于什么呢 我们演讲的结尾 结尾要做到震撼有力的收场 有两个方式可以借鉴一下 第一个叫总结 第二个叫呼吁 什么叫总结呢 很简单 通过今天的学习 我明白了 共同表达能够让我的工作变得有刃有余 通过学习共同表达 让我理解了 是可以通过技巧方式方法来提升的 所以总结是很简单 明白了 理解了 懂得了 这样的词能够更加体会到你的心得 第二个呢叫呼吁式 呼吁式呢 可能更加用于一些大型的演讲场合 或者一些开会场合 一些早会成会场合 比如说我希望大家 我呼吁大家 我号召大家 我将带领大家 这样的词 那么具体的我可以说 再次我希望每一个人学好沟通表达 能够在工作里面顺风顺水 再次我呼吁每一个人好好学习沟通表达 能够让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成为一个赢家 这样的词是可以有的 各位 我们的沟通表达这个能力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想提升 都愿意提升 但是在这儿 我给大家一个真诚的建议 学好口才技能 就跟学开车是一样的 学游泳是一样的 你会发现 学开车 你不上车 你很难学会 学游泳 你不下泳池 也很难学会 它是一个技能 它需要演练 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 一定要花点时间 走进我们的线下课堂 走进新历程 来练习口才这个技能 在演练的时候呢 你需要相关的人员来配合你 比如说有相关的教练 教练会引导你 会指出你的问题 会帮你提升很多相关的能力 你会发现 有教练的引导 有平台的演练 甚至还有我们的观众的配合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线下课堂 我希望每一个人稍微勤快一点 学好沟通表达 你会发现原来职场也很轻松 学好沟通表达 你会发现原来我的演讲 也能够征服人心 我希望每一个人在人生路上 好好说话 好说话 努力地做好 沟通表达的一个强者 学口才到新历程 本节目由新历程品牌独家冠名播出 看对白 喝名人 本节目由名人苏打水 行业赞助播出 生活有什么好分享的 来躺平 你就知道了 文化与我们中国青年 是一个什么关系 今天20多岁的青年人 一定要敢想敢做 就是让你们创造 有血性 敢担当 敢于创造 敢于引领人类 向前进 这就是我们新时期 新世纪 新青年 所要担当的使命 您一直强调 军人要有血性 所以我想请问您 对于像我们这些 普普通通的年轻人来说 也需要这种血性吗 说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如果说不关心国际问题 有什么样的损失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世界很酷 我们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